中国科学家贺建奎自称培育出史上第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以后争议不断 那备受质疑的就是他有没有取得人体实验的研究许可 藏力多天的贺建奎今天第一次公开露面 他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表明有关研究已经递交给伦理委员会监管 同时强调参与的父母并没有获得一分一毫 贺建奎自称培育出对艾滋病毒有天然免疫力的基因改造婴儿 不只在医学界引起道德伦理与论声浪 从他如何取得研究许可以及许可的真伪都受到质疑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记录显示 贺建奎的研究记录 申请人是南方科技大学批准研究的伦理委员会 则是深圳和美富尔科伦理委员会 但两个机构的现任或前职员都否认牵涉其中 处在风口浪尖的贺建奎 今天在香港大学出席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时 承认南科大并不知道这项研究 而自己是为了降低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病率 才会展开这项实验 并对事态发展感到遗憾 他透露原先有八对父母参与 都是丈夫拥有艾滋病毒 但有一对中土放弃 而团队总共从七对父母中取得31个胚胎血小板 贺建奎强调团队承担所有医疗 参与者并没有获得酬劳 而所有的医药费和资源都由他处理 和养孟 Yep 好的 OK And yes so and then so each will take this inferring consent I explain from page 1 to page 20 line by line paragraph by paragraph and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sk any questions during this consent We get and so yeah once we go through the inferring consent And I leave them to private discussion So you have freedom of time to discuss the couples And also they have the choice to decide the day Or you can take it home and decide later 整个成果发表只有20分钟 外加公众问答环节 但包括研究贺建奎所采用的基因改造工具 CRISPR的科学家都认为 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多名余晖的全球顶尖科学家都认为 这项人体实验不应该进行 也不应该如此应用新科技 同时担忧万一这项实验最终败坏 恐怕会让监管单位拒绝继续支持人体基因编辑研究 水平的解体能 欧波 疾病 也不应该进行本局 感谢观看